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对其进行疏导 描述 ISCP-4748是一群具有感知的水深蒸汽火车头 ISCP-4748个体在水下仍具有完整功能 在水中以时速25公里推进自身 但方式未知 ISCP-4748个体的解剖发现 其内部结构与460火车头大致相似 但燃烧时被团类心脏的肉质机油器官替代 其全身片布两公分后的神经纤维 包裹在象召中 从此类组织中提取的DNA样本与15种鸡木动物匹配 主要为胡金和抹香金 ISCP-4748集合为20到40只个体的集群 已在北冰洋多个不相连地带发现 ISCP-4748通过列车民敌群彼此交流 它们一般停留在600公尺深处 大约每12个月上浮一次 引起大型高于40公尺波浪 ISCP-4748个体从其烟囱进食 其食物由鳞虾、小鱼、垃圾和各式漂流物组成 偶尔ISCP-4748个体会与虎金、卫猎物发生争斗 主要以鱼类为食的ISCP-4748集群 会使用类似做头型的气泡网站树觅食 最长的ISCP-4748个体会将身体卷成螺旋形 从排烟囱吐出大量热水气泡致盲猎物 而小型个体则利用大致为圆柱形的热气泡墙包围猎物 在冬季,ISCP-4748个体会在其最末尾的车厢长出一个肉直流 而后逐步生长为一个新的车厢 已发现有个体带有119级车厢 在其寿命告终时 最后的2到7级车厢会脱离一并上浮 剩余车厢不再活动沉入海中 约4天后,分离的车厢会退下其外壳 成为ISCP-4748个体,返回之前的深度 在新生的ISCP-4748返回后 车群会将它们环绕起来,亲切地进行依偎 在新个体成长过程中 车群成员会环绕在它们周围 令其始终处于全体中心 幼年SCP-4748个体一般配合跟随 并试图模仿较大较长的成年个体 在最近期的SCP-4748死亡发生后 派出五人潜水器去调查并取回一体 该个体由51节车厢组成 沉入2100公尺深处 部分埋于海床下 五人潜水器辨识到27个死前未分类的异常物种 外形类似半透明海参 蜘蛛蟹、蟒蛮、蟒蛮和等足目动物 这些生物都长有粗糙的金属外壳 并在SCP-4748的残骸上挖动气息 这些生物便为SCP-4748之一 拆解SCP-4748的金属部分 将其整合入自己的金属壳中 飞异常的海中生物则以其有机残骸为食 SCP-4748之一个体 随后拆解并吞舌了无人潜水器 以上就是SCP-4748 简单来说 SCP-4748就是有蒸汽火车外形的金鱼 文档中也暗示除了SCP-4748 还有一个金属海底生态系存在者 虽然这个SCP的概念比较简单 但我还是蛮喜欢的 让我想到上古卷轴中 把龙变成他妈式小火车的MOD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